恐怖主义威胁全球 我国在内的东南亚主要经济体 国安都受到威胁 全球20个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代表 今天聚集在印尼巴厘岛 出席国际反恐怖主义峰会 敦促各界加强情报互通和网络监控 全力防堵恐怖势力扩散 除了副首相拿都斯里阿莫扎西 包括新加坡和比利时在内的代表 都齐聚一堂商议对策 印尼安全部长威蓝多 敦促各界必须善用网络科技 阻挡恐怖集团利用互联网宣传和招揽成员 或进行网络袭击和犯罪 另外各国部门也必须共享情报 加强边防 并监控归国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 多管齐下 制止极端主义蔓延